华尔街日报独家专访去年7月偷渡来台的港新 当时只用简单的快艇看YouTube自学开船 出海后靠iPhone指南针航行 在海上笑得半死半年后已经在美国落脚 香港名人士指出这类似1989天安门事件的黄雀行动 台湾扮演中继战角色 但也因为台湾支持香港争取民主 让台港关系决裂 台湾驻港办事处亲民职员挥手离开香港回到台湾 目前只剩一人在香港 他的签证也将在7月底到期 因为我驻港人员拒绝签署一中承诺书 港府不续发签证 国台办说港台交往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行 批评民进党当局的言论 他乱港谋独劣性不改 港媒引述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的发文 批评北京当局让台港关系倒退 加深台湾人不信任大陆 更不接受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港方片面违反2011年双方换文内容 明显是为了配合中共对台的政治图谋 我政府无法接受此一矮化国格的要求 我国人更不会同意 国方撤离驻港 港澳也相继撤离驻台 都是两岸关系巨变不复返 TVBS新闻传说议成用完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